各色的玫瑰花在阳光照射和春风吹拂下 娇艳欲滴 摇曳深姿 不少来澄清湖散步的民众都感到惊艳 纷纷驻足欣赏 英国因为有这个大卫奥斯丁的培育 它一个人培育的玫瑰花品种超过200种 所以大家现在世界上 大家一讲到玫瑰都说 英国玫瑰就是因为大卫奥斯丁的关系 它的花的一个特色大概都是比古典式的 想要吃隔的菜包的 园区里最近新种植了一批树玫瑰 不同品种的玫瑰花经过嫁接之后 花形更大 开花树更多 让玫瑰园更有看头 一株玫瑰它可以有很多的玫瑰花出现 那一般的玫瑰它就比较矮一点 它没有办法像树玫瑰一样 它可以有一只强强 比较强壮的树干它在嫁接 陈兴湖玫瑰园是由一群热爱玫瑰的 陈兴湖志工创立的 每年都会换植新的玫瑰品种 每天也都会来浇花剪枝除草施肥 但由于陈兴湖是水源保护区 不能用农药和化肥 志工们只得徒手抓虫 避免玫瑰生病 才能够开出这么鲜艳的花朵 陈兴湖这个信武花园的玫瑰花园的产意 是独步前台的一个玫瑰花园 那它大概有1200多株的各式的玫瑰花 大概有60几种 那玫瑰花整个栽种的那个困难度跟 玫瑰度是比其他化味更为精细的 他们很辛苦 都要来抓虫 还要撕一些肥料 然后浇水 他们是非常辛苦 所以今天有这么好的花矿 他们的功劳是很大的 陈兴湖玫瑰园里 虽然四季都有玫瑰花开 但在春夏季节里 是每种品种都会开花 而且开得特别旺盛 想要来玫瑰园浪漫一下 得把握时间 记者李正到了一场帮 高雄报道